老外一个偶然的发现 竟然种出了不打药的草莓 随身带着两个氧气瓶的拖拉机 一边整拢 一边往地里排气 这是草莓百毒不侵的秘密武器 绣甲丸和绿化苦等熏过的土壤 无论是病菌虫子 都会销声匿迹 往熏好的地笼 埋上滴罐用的管道 用塑料磨封上 腌制十天半个月 另一边 跑土鸡家族玛丽 把休眠期醒来的草莓植株炒醒 镂空的滚筒 抖掉根系最后的尼己 他们兄弟姐妹凑成一车后 会在新的种植园重新出发 草莓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繁衍生息可以用分株 种子 以及组织培养的方式 他们一般都有五到六年生命 但三四岁开始有心无力 产量大幅下降 逃不掉推倒从来的命运 该轮坐就轮坐 该换新就换新 种植之前 机器会按一定的距离 在塑料膜上打上定制孔 草莓种得太腻 结果就会很细 工人扒开塑料膜 把准备好的草莓跟安排进去 这种微酸的沙壤排水好 是他们最喜欢的土质 加上每天六到八小时的阳光浴 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的清凉气候 种不好真的没天理 草莓苗妥善安置后 行走在行间的压土机 轻轻把土压平夯时 加压的管道 会定期给地下的根系 补充水分以及营养 地上的浇灌系统 天气干燥时 也会给他们洗洗叶子 心中的草莓 很快就能憋出一两朵花 这个产量 给工人润猴都不够 他们会把这些生不逢时的花 全部割饰掉 让植株集中精力生长 还有这些为了繁衍长出的走精 如果不要新苗 就及时把他们处理掉 防止他们把母猪拖垮 草多七苗 他们无孔不入 除草剂对于草莓来说 一样具有很大的威胁 工人只能亲力亲为 亲手把他们除掉 如果发现不长眼的虫子 这台大型吸尘机 会让他们尝一尝龙卷风的味道 种下时节 为了防止高温把草莓植株煮熟 工人运来稻草 给草莓盖一层别墅 让他们在隐蔽中安全度过夏天 经过保姆式的精心呵护 收获七到了 梅花朵躲开 草莓花雌雄同蕊 一般一年开花结果一次 完成寿粉后 一到两个月 就能化身为诱人的红宝石 丰收的夏季 每隔几天 工人就会轻装上阵 对草莓园进行地毯式搜刮 草莓价格不菲 产量并不低 亩产三四千斤很简单 然而种植和收获 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这是贵的原因之一 收获的草莓 工人亲手亲脚地放进特制的箱子 包装完毕后 用卡车运回仓库 经过冷链运输到各地 新鲜草莓体态较弱 是出了名的易碎品 尽管通过冷链运输 折损对他们来说 依然是家常便饭 身价不抬高点 还真对不起 那些烂在半路的兄弟 这是草莓让人高攀不起的主要原因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